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同一家报道 对赌失败欠据款 刘德华官宣开启内地巡演 年初两部芯片均遭滑铁炉的刘德华 4月23日宣布正式开启在内地的巡回演唱会 日前发布的海报显示 刘德华此次的巡演地将覆盖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深圳、成都和重庆等多个城市 刘德华将此次巡演主题命名为今天 Is the day同步曝光的演唱会海报上 虽然他以阳光帅气的造型登场 不过也有人纳闷 已经在乐坛消失很久的刘德华 为何突然官宣要开演唱会的消息 据知情人士爆料 因为刘德华主演的电影《红毯先生对赌失败》 经济状况受影响后才不得已付出开场 陆媒搜狐网在披露这一消息时还指 的确 红毯先生票房成绩扑街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虽然刘德华此次在电影中依旧贡献了自己精湛的演技 但是依旧拯救不了低迷的票房 在今年的新年档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贾玲指导的热辣滚烫吸引走 而刘德华主演的红毯先生无人问津 事实上 刘德华领衔主演的红毯先生 自今年2月10日大年初一上映后 五天的票房仅7300万元人民币 当时片方见大事不尿 马上宣布撤出新年档 但3月15日重映后 票房更加惨淡 重映首日票房仅245万 次日跌至200万 据出品方欢喜传媒财报公开的数据显示 红毯先生制作成本2.6亿元 其中包括承治费2086万元 导演宁浩的酬金2460万元 主角刘德华的片酬6070万元 由于电影最终票房未破1亿 亏损恐怕要超2.3亿 该片的片方分成还不够支付刘德华一人的片酬 而据行业估计 除了导演和第一主演的片酬 再加上其他各方面的支出 红毯先生的总成本肯定超过2.6亿元 退一步说 即使成本为2.6亿元的影片 也至少需要收获10亿以上的票房 才能保证收支平衡 如此 红毯先生的亏损数额可能成年度之最 而身为主演的刘德华 如果前妻与投资方签订了对赌协议 他可能赔付数不小 近年 大陆一些投资公司 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 关于采用对赌协议深度绑定明星艺人 譬如 冯小刚曾于2015年 与华裔兄弟签订对赌协议 后者以10.5亿元 收购冯小刚所属东洋美拉70%的股权 而东洋美拉当时的资产总额 仅为1.36万元 负债总额为1.91万元 高溢价的估值 一度引发市场强烈质疑 业绩对赌协议包括 2016年至2020年 东洋美拉净利润应不低于1亿 1.15亿 1.32亿 1.52亿 和1.75亿 结果最后的财报数据显示 冯小刚因2018年和2020年两个年度 未完成业绩承诺 最后赔给华裔兄弟 合计约2.3亿元 只是没想到 近年深度融入大陆娱乐圈的刘德华 也妥妥地成为 被中共体制绑定的港星 虽然刘德华表示 一直跟团队计划举办巡回演唱会 但有网友刘延表示 刘一开始是歌手 但唱得不红才开始演电影 演红了再开始唱 由于刘德华今年1月30日 替下丑闻缠身的成龙 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 第11届副主席 有网友直言 靠《投奔怒海》1982年 许安华指导的电影出道 投靠中共收场 不免为刘德华感到惋惜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